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学397页的广论第五行 然后在广论教定本是132页最后一行 请大家和我一起看经典原文 前面所说的修持既旨或者称为座椅的方法 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圣神经典中所宣说的九种安住内心的方法 在前面所引述的中观修词当中 已经陈述了它的内容 所以讲一下这个依据是出自于哪里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找我下来看 比经义去 经专业论 为座解说 无着菩萨 则与菩萨地 上部对法 摄抉择分中 总略宣说 如摄分与止观二法 举生文帝 生文帝中广为解说 所以其中的这个义去在《经庄严论》里面有解释 而且在圣无浊 圣无浊在菩萨地上部对法 与摄抉择分当中则简略宣说 那么并且还要在摄分当中 讲止观二者 影像圣文帝一般 在圣文帝中也有详尽的阐释 就在讲一句 我们再往下看 由此注意呢 中观修辞论及汇度教授论 亦曾宣说附有变中变论 说有八段行 断五过理 修士摩他法 所以上述这些内容 中观修辞与菩萨·波罗蜜多 口诀论中呢 也曾宣说 另外还有 变中变论中 所说透过什么呀 八种断形 即断出五过失的这个方法 然后用这方法做什么呀 修持既旨啊 就修定啊 那么接着呢 在我下看 众位 广知 修出净律等根本定法 罪下 以定须知 精善观察 远离 杜撰 所说 彼等 诸心耀意 说纵使你没有详尽的了知 修持地净律根本定的方法 但至少对于 毫无私自杜撰 经过了善家观察 阐释的 这些新药的内容 也必定需要了知啊 这些经典上的内容 然后有一个 彩蛋向荣大师 他说 这些新药的内容是指 九珠心承办 生没他的方法 就是指这个 我们再往下看 会快吗 往下看 一类修净律者 且无此等之名 又有一类 先学论识 涂有空言 然为善解其意 后修行使 见无所需 轻弃而修 说上述的内容 对于某一些 修习净律者而言呢 他甚至连名称也 不存在 因为连名字都没听过 那么某一些人呢 先前在学习了 他有这些 是学习诸大教典的时候 注意 他在学的时候 就只有徒有空言 说说而已 他却没有善加理解 其中的内涵 那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就导致在之后 他用功修持的时候呢 把这个看作 是毫无意义 于是 在修行的时候 竟然选择了 漠视 舍弃教典的态度 这是大师在这里边 揭示的我们一个烦恼的现象 我们再往下看 建有略得 执贫所设正定 便执视为空三摩地 众多仅得内为二者 共通等持第九住心 便为以德 无上于且 具足德相 圆满此地 即谓是 为等隐 后德 何杂无间 无分别制 皆是未能 善辩理解之相 说那 没有理解其中的内涵的一些症状是什么 就是这个修行人 看一看 很显然是不求圣洁 那么 怎么样能看出来呢 说 因此建道 仅仅获得了某个 可被忌制品所统设的 这个等持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 一个有点被忌制品所设的 这个的时候 便认定这是空性定的心 就会认为说 他入了空性定了 然后还有 许多人呢 一旦获得了内外道 共通的等持 就是第九住心的书 还有自己认为说 哇 已经升起了 无上于且 而且具足德相的 圆满此地了 自己认为是 等也 后德 就入定 出定 已经交融 不间断的 无分别制 就是对自己前面那个 被定所设的那些 就看法看到 这么高 就是高得有点离谱的 这些都是 没有办法善加辨别 理解的 表征 就是这些 从这些毛病 就可以看出说 没有好好的学习教理 就是这样子 会胡乱地判断 自己修行的境界 他不是判敌了 非常奇怪 都判高 非常没有经验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列举了几种状况 有听说 有的人获得 既职品所同设的等词 就认为是空性定 有人获得了 九住心 就认为已经升起了 圆满此地等等 好一种呢 对于修定的方法的名称 例如 九住心 这都没听过 另一种呢 是有学习 有听闻 但是 只有空眼 所以 由于没有了解 经论的内涵 所以在实修的时候 反而觉得 前面所学的是 没有用的 用不上 用不上 怎么办呢 他就对这个 轻视丢弃了 这么珍贵的 经典教言 然后 请问 他丢弃了之后 要用什么来修呢 那再找一套 规则吗 对吧 还是胡乱自己修呢 关键是 能修成吗 然后记得 在听闻规律中说 出一若错 乃至十五吧 听闻的时候 没有结合心绪 没有体会到 法医实在落在心上 改变内心的强大作用 所以真正要改变内心的 就是要 用力用功 专修 反而 另一塌土 把 法 把法药 丢弃了 要治这个轮回的病 反而把法药丢弃了 这是不是我们这些 美好学教里 不求圣洁的这些人 的极大悲哀 那 请问说 用不上 会恭敬法吗 不会恭敬啊 因为他用不上 所以在 广论修习规律中说 一笔诸教 所有义理 献见 多须以观察会 而思则固 就是一定要 多用观察会 去观察 诸思则者 一见修实 无所虚固 又此即是圣教 一谋极大因缘 一见诸大经论 非是教授 心不重固 所以 那些教典的义理 献见绝大多数 都必须用观察会 怎么样 观察 抉择 休息 但是他去主张 羞耻地说 不需要诸多 观则的缘故 所以这也是 圣教淫没的 极大因缘 就是废止了 观察修 因为认为 佛经 还有诸大师论 并非教授 所以 这并不是 他修行的 一个指导 所以他心里 就不敬重了 因为我发现 这个毛病 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不求圣洁 不好好的去辩析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和师父教我们的书 一定要把法留下来 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所以 由于轻视教典 还会累积很大的恶业 甚至有人会觉得 其中没有可修药质 而去毁谤 意思就是 要去谤法了 到了这一步 就万劫不复了 所以呢 我们这些自诩为 认真学教理的人 不可不慎啊 不可不慎啊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